它看起来不像一台传统迷离主机 有屏幕、有电池、还有喇叭 它有便携性,但没有键鼠 不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它的屏幕能触摸 但从它的厚度看去 它也不是平板电脑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 N100的 带屏幕电池喇叭的迷离主机 Mofine 魔方 MC 照例给大家奉上 全部的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一栏表 包含主要接口、功耗、性能等指标 N100是我们测试过最多的 N系列低功耗产品 24EU核显、6W TDP 这台装置低功耗CPU的M11 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原因它聚合了多种功能 我知道很多朋友想给小主机加个屏幕 也有朋友想给小主机加快电池 当然成品小主机里加入喇叭 市场上已经有了 但把它们全部聚合在一起 这是我拿到的第一台量产产品 大家喜欢这样的聚合产品吗? 魔方M11小主机 它装置了Intel N100低功耗CPU 四核四线层 24EU的Intel UHD核显 46G板载LPDDR5内层 M.2P3EX1 NVMe接口 三频显示输出 千兆网卡交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纳 说明书 这块小电源是12V3A 最高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塑料机身 机身接口 右侧面板 电源开关键 耳机接口 USB2.0接口 后面板 板带千兆网络接口 三个USB3.2A口 左侧面板 HDMI2.0接口 全功能USB-C接口 可以输出DP信号 并受PD电源输入 12VType-C电源接口 也可以接受PD电源输入 后部有支架 可以掰开支撑 屏幕是7寸IPS 取下底部这颗螺丝 取下小盖板 内层是板载的 这是2242的M.2P3E SSD BIOS里我们能看到 PL1设置是8瓦 PL2设置是15瓦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W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下滑稳定在8.4瓦 整机功耗22瓦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4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15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8.4瓦 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82度 SSD温度最高40度 CPU的散热很不错 CPU-Z多线程1289.6 单线程373.1 接近N100的第一梯队 GIGBENG5多核2854 单核982 跑出了非常高的多核成绩 接近最好 GIGBENG6多核3205 单核1207 几乎是N100最优的多核成绩 CLEBENG223多核2702 单核881 多核成绩掉到了很靠后的位置 CLEBENG2024 多核174 单核59 不如我们前些日子测试的 火影T8N100 PASSMARK多线程6137 单线程2072 跑到了6100分以上 很不错的成绩 在N100里数一数二 综合上面的比较 魔方M11N100 多核成绩超过了N100的平均水平 算是很不错的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 425145 CPU得分 472252 我们还给N100运行的OpenW测试 AES 565898 XX20 288233 HORMARK 99981 很可惜 只差一丢丢 没过10万分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Type-C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 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Type-C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 8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类质7寸 IPS屏幕 最高支持 1280x860Hz 8位RGB 显示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音节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原厂硬盘测试 M.2 PCIe接口 800兆B每秒 就是PCIe 3.0X1 SSD的速度 Wi-Fi测试 Intel X210 Wi-Fi6无线网卡 接近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水平 这台魔方M11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CPU 8.4瓦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4瓦 待机最高功耗才8.9瓦 按这个结果 36瓦的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4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53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CPU测试满载的噪声 接近47分贝 收回在耳边39分贝 相当安静 魔方M11小主机 8.4瓦的功耗释放 性能发挥不错的 散热静音也非常优秀 自带屏幕电池喇叭 是它最大的特点 也是它最大的优势 缺点吗 网口是千兆的 机身稍微厚了一点点 Windows的触摸体验 不如真正的平板电脑 总结一下 魔方M11 以出厂8.4瓦的性能释放 性能不错 散热和静音非常优秀 接口方面还可以啊 特别是有一个全功能的Type-C接口 可以批低收电 这是一台独一无二的特殊融合 迷离主机 它融合了屏幕电池和喇叭 却又保持了迷离电脑的体积 和优秀的散热静音体验 并且接口也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吧 需要移动便携迷离主机体验的 或者是需要小巧监控设备 等等多种融合营用场景的朋友 可以考虑一下 这台有意识的迷离主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